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這一節就要繼續跟進一下 有關於美國選舉官司的發展情況 現時的戰況就真的相當激烈 特朗普法律團隊他們就在賓州那處 提出了一項法律訴訟 前幾天就已經被賓州高院方面駁回了 他們就上訴到第三巡迴上訴法院 在今天又遭到了駁回 特朗普法律團隊就發表了聲明 這宗案件他們就已經決定要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 所以那些左媒、左翼評論人、登粉 就不需要開心得那麼快 整件事斷然是不會就此結束 說下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現在我們就一齊看看 到底第三巡迴上訴法院 他們的判詞究竟是怎麼說的 我就這樣眨眼看來 就發現他們的法律觀點 和較早之前賓州官員所頒下的判詞 是保持著高度的一致性 這個上訴法院就提到 說沒有任何聯邦法律 是要求 到底那些監票員 必須要住在哪裏 或者在監票的時候 他們可以站得有多近 其實這裏就是在駁斥 特朗普團隊 他們就指控 說共和黨的監票員 就被票站的工作人員安排到老院那裏 根本上就沒有辦法做到一個有效的監票行為 然後這個判詞還說 聯邦法律也沒有規定 需不需要點選那些 輕微觸及到州法律的選票 又或者是讓選民嘗試去糾正這些缺陷 以上全部都是州法律所管轄的問題 不是上訴法院可以審理的 而先前的訴訟已經駁回了這些控訴 就是說又是不關他們的事 至於說關於那些選舉舞弊行為的指控 這個判詞怎麼說呢 裏面就提到 說自由和公正的選舉 是美國民主的命脈 選舉不公平的指控是非常嚴重的 但是上訴法庭就找不到有具體的證據 故此判定 有關於選舉舞弊的指控是毫無根據的 所以大家就會見得到 上訴法院就沒辦法幫得到特朗普陣營 是新張到公義的 但是對於上訴法院這個裁決 我相信 特朗普的法律團隊都是不會感到意外的 因為早在上兩個星期 特朗普的私人律師 朱利亞尼 他就已經揚言 說要將賓州的訴訟 一直告到這個聯邦最高法院的事 其實在目前現在這個情況 就出現了兩個關鍵點 第一就是賓州議會的取態 第二 就是聯邦最高法院 能不能夠趕及在12月8日這條死線之前 對於這宗賓州官司 是作出一個終極的裁決 說了這個賓州議會的取態 由於每一個州的選舉人團的產生 其實就是由州議會來提名 在一般沒有爭議的情況下 就會按照大選的投票結果來提名 如果拜登贏的就提名民主黨人 如果是特朗普贏的就提名共和黨人 現在有爭議的情況下 其實就要看看案件是審結了沒有 參考2000年 布殊控訴戈爾的經驗 佛羅里達州當時的州議會 沒有等到官司審結的時候 已經委任了25名共和黨人作為選舉人 當時其實就是提前了一步來做 雖然這個法院到最後就是判了布殊是贏的 但是州議會搶了在這個判決之前 就已經下了一個決定 換言之大家就知道 州議會其實是按照憲法所賦予給他們的權力 是有權來這樣做的 現在賓州的情況又是怎樣 根據點票結果顯示 拜登的普選票多於特朗普大約8萬張 但是這個選舉結果是備受質疑的 很多人都提出了有關於選舉舞弊行為的指控 而且所牽涉到那些爭議的選票 是遠遠超過8萬張的 現在對於賓州的議員 就有一個考驗 這個就是道德的考驗 人性的考驗 到底他們能不能夠拿出勇氣 來按照憲法所賦予給他們的權力 自行產生賓州的選舉人 如果那些賓州議員是沒有擔當的話 就很可能向那個 可疑的選舉結果屈服 換言之他們就會提名那些民主黨人做選舉人 所以這個賓州議會的取態是第一個關鍵點 第二個關鍵點就是 到底能不能夠趕及在12月8日那條死線 是有一個終極的裁決 因為現在這單賓州的官司 其實無論在賓州高院或者是上訴法院 他們大概說的觀點都是類似的 現在提交到聯邦最高法院 當然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 到底朱利亞來會不會提供到一些 非常之突破性的證據出來 這件事是很關鍵的 還有就是 到底在那班大法官當中 會不會有人 走去做猶大出賣耶穌呢 這件事也要考慮 雖然說聯邦最高法院是可以做到 守美門的功能 但是 如果是走這樣兩票有兩個人去做猶大的話 那整件事就會翻盤 我當然知道了 有些左翼評論人經常走出來說 法官判案就是看證據的 誰不知道看證據嗎 但是有些法官閉上眼 你也要看這件事才行 只是在地區法院有多少法官閉上眼 是政治立場凌駕 那些法官是有政黨背景的 所以那些左膠評論員 所以大家都不用聽的人說話 是浪費的 經常說 司法就是公正 誰不知道司法是公正嗎 但是 人性就是惡劣的 這些人都 所以大家不用聽的人點紅點綠 說回這件賓州的官司 如果在12月8日之前 作出了一個終極裁決 而這個裁決是在特朗普陣營方面贏的話 這樣對於特朗普固然是非常有利的 但是如果是判他 如果他是敗訴的話 其實是很嚴重的 因為你就不能再拖延下去 賓州的20票 基本上就是 給了拜登 所以這個就是很危險的 如果說我一直審訊到12月8日之後都沒有結果 原而未決的情況下就變了把決定 交回到賓州的議會 這個決定就會變成一個政治決定 而不是一個司法審訊的決定 賓州議會的那些議員 其實他也是要面向民眾的 面對著這麼多共和黨和特朗普支持者的 壓力和群情洶湧之下 到底他們會作出一些什麼取捨呢 希望他們會有一個充滿著智慧的抉擇 接下來就要說一下 有一些聯邦眾議員開始出來表態 其中一位就叫Mo Brooks 來自阿拉巴馬州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如果今屆的總統大選 是進入到由眾議院 決定哪一個人做總統當選人的階段 特朗普總統就肯定會連任 這個其實就是對於特朗普的一個傅伴 也是代表著很多民眾的心聲 有些眾議員開始表態 就著這件事 所以每週一票那裡是很穩陣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有些人就說每週一票 走一票都不行了 現在共和黨就在26個州有優勢 如果是有人夠膽在 每週一票的階段來倒戈的話 那個人的政治前途肯定就是 會從此玩完 共和黨和特朗普的支持者 又會唾棄他 民主黨那邊也不會讓這些人過底 因為你沒有誠信 你沒有政治忠誠 這些就是 變成了美國版的張學良 這些人是不容於世的 所以我就 不是很相信有人夠膽在每週一票的階段 來賭戈 而且 他那一票 其實不是他純粹自己個人決定 他也要諮詢當地民眾的取向是怎樣 這件事很重要 到底以往有沒有一些例子 曾經試過由 眾議院每週一票來產生 是有的 在19世紀 在1824年那屆總統大選 就是這樣產生的 當然有些人就會質疑 你說兩個世紀以前 涵豐年 1990多年前 是 那怎麼辦 這個是歷史的紀錄 歷史的見證 事實上就是有先例可緩 不要理你什麼時候 那個就是美國歷史的一部分 事實上是曾經這樣產生過的 這個也是合乎憲法的規定 所以就不要有些人走出來說 這樣做美國就大亂了 亂得過你現在這樣 亂這麼短票 亂得過你這樣的選舉舞弊行為 亂得過你那些主流媒體在報假新聞 亂得過你這樣的科技巨企 在這裡來 偏袒拜登 選舉之前的民意調查 說拜登領先 特朗普 雙位數字的支持度 現在去了哪裡 那些人 全部釘了蓋 問不問回來了 快點拿點票吧 是不是 離了大譜 那些東西根本上就是亂了 所以美國的開國緣分和開國先言 他們制定這套美國憲法 以及是 後來相關的修正案 是充滿著他們的智慧結晶在裡面 不然人家怎麼會這樣安排 兩個世紀以來都是這樣行 當然最後也要說一句 謀事在人 成事在天 後續發展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這一節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收聽 拜拜